55 明報 高銀潘蘇通 旗下股價而被操控 2015年7月14日經濟 B04明報專訊 今年初被受追捧的高銀系 今年5月份開始股價顯著下錯 主席潘蘇通接受訪問時表示 懷疑旗下上市公市高銀金融0530 及高銀地產0283的股價被操控 為不清楚對手身份 另外潘蘇通上週施資近150萬元增持高銀地產股份 潘蘇通向《金融時報》表示 作為高銀媽部的大股東 強調自己不會在股價爆升時獲利 也不會利用股份作為貸款抵押品 他有稱 身家單日徵發近千億元 對他而言指示神話故事 股價波動不影響公司 公司會如常發展業務 另外 聯交所資料顯示 潘蘇通於業績公布後首次入市增持 上週三八日 以5.47元增持27萬股高銀地產的股份 涉及近150萬元 令潘蘇通在高銀地產的持股量增至二十二點九百億股或百分之六十四點四一股權 至於高銀金融 他則持有四十九點零七億股或百分之七十點三三股權 高銀碼部的股價今年開始升勢成急 直至五月二十一日 兩隻股份股價半日急射近五成 令潘蘇通身家當日徵發九百億元 當時公司發公告只不知息導致價格及成交兩波動 其後股價繼續走下波 以事實上 在六月初 高銀地產的股空比例近百分之六十九 而高銀金融的股空比例在六月尾增達百分之五十二 今年初高銀媽保備證監會指其股權高度集中 據聯交所資料顯示 潘蘇通和其他十九名股東合共持有高銀金融百分之九十八點五百股份 由其他投資者持有的街貨只有百分之一點四二 至於高銀地產、潘蘇通和其他十三名股東合共持有百分之九十五點一六股份 即街貨只有百分之四點八四 至少五百分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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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百分